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个黑箱 国宅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些罪行 是不是王立军都已经向美国政府透露了 将来到阿尔伯塔省举行了中共政权活摘器官公众论坛 熟悉论坛的专家和政府官员呼吁各界人士 尽快阻止在中国仍然在继续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家犯罪行为 18号下午活摘器官论坛在卡尔加里市中心图书馆成功举办 由卡尔加里大学法学教授卢卡斯博士主持论坛 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来自波士顿的 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成员孝恩吴医师在论坛上发表了专题演讲 麦塔斯说经过大量调查分析 他和加拿大前外交官大卫·乔高 2006年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并得出结论 中国大量被用来移植的人体器官 是从非自愿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掠取的 这种罪恶今天仍在继续 麦塔斯在演讲中强调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延伸到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 吴医师发表了题为我们终止国家非法移植器官的责任 击对中国的案例研究演讲 公布了大量中国活体再取法轮功学员的资料调查结果和案例分析报告 阿尔伯塔省议员大卫·斯旺博士表示 所有参加论坛者的勇气可嘉 感谢麦塔斯和吴医师来到阿省 你能做很多 如果您直接接约你的国家 作为主讲嘉宾之一 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 国会议员拉斯基博出席了19号下午 在爱德蒙顿阿尔伯塔大学举办的论坛 目前加拿大政府同中国政府开展了更多领域的经济开发与商业合作 拉斯基博认为 加国政府可借此加强同中国政府的人权对话 引导和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论坛结束后 与会人士观看了讲述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获奖纪录片 自由中国 很多参加论坛的观众表示 这个论坛非常让人感动 很多人签名呼吁停止中共活摘器官 并表示要向更多的人传播这个资讯 共同停止正发生在中国的罪恶 新唐人记者 10元加拿大卡尔加里 艾德蒙顿报导 理论坛的 室油 集参加 你论坛的